母瑞山 位于海南中部定安县山区 属五指山之脉 母瑞山革命纪念馆就坐落在山脚处 馆内一尊名为艰苦岁月的雕塑 格外吸引参观者的目光 老红军已坐在石头上 脚下是芭蕉叶 身后背着海南特有的椰子壳碗 手持长笛徐徐吹奏 小红军战士依偎在他的身旁 入神地倾听着笛声 阳首遥望远方 眼神中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向往 今年已经八十多岁的王学广 2001年退休后 亦然选择来到母瑞山当详解员 二十多年如一日 为无数参观者打开了详细了解那段革命历史的大门 水底子的最老红军战士转型叫做王学兴 是苏联政府的秘书家 王学兴会讲故事爱言识 还擅长于水底子 不管战斗多么长散乎 幸福多么敬乎 他都随先携带着这个敌人 1957年 著名雕塑家潘鹤 感慨琼崖革命斗争的历史 红军战士坚定的理想信念 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创作了雕塑作品《艰苦岁月》 三十多年后 他又按原样铸造了第二尊铜塑 后作为镇馆之宝 被母瑞山革命纪念馆收藏 雕像底部刻有名文 献给孤岛奋战二十三年的勇士们 悠扬的笛声带领参观者穿过历史的帷幕 回到九十多年前的那段艰苦岁月 1928年底 刚刚带领部队来到母瑞山安营扎寨 开辟新根据地的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 正面与着严峰的困难局面 由于母瑞山被国民党军严密封锁 物资紧缺 战士们只能上山挖牧树 寻找可吃的野果野菜冲击 在王文明的亲自带领下 全体直战员一起动手 开展生产自救 利用当地的苦地 种一些粮食 包括水稻 地瓜 当地土地比较肥沃 把东西种上去 基本上都可以有收获 然而就在琼崖革命形势日趋好转之时 1930年1月17日 年仅36岁的王文明 却因积劳成疾 倒在了这片他为之鞠躬尽瘁的热土上 在琼崖苏维埃政府发布的 为王主席文明同志逝世 告群众书中写道 王文明是琼崖苏维埃政权的创造者 是琼崖数百万工农劳苦群众 最爱护的领袖 他的精神永远存在 王文明去世后 冯白居接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 领导琼崖人民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1930年1月底 冯白居来到香港 向中共广东省委汇报工作 后转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 冯白居后来回忆说 到香港后 过了几天 我便到上海去 向李立三和周恩来汇报工作 周恩来听取汇报后 对冯白居说 琼崖党抓住红军 抓住农村革命根据地 抓住苏维埃政权 这三件事很好 今后只要紧紧依靠群众 高举武装斗争旗帜 坚持斗争 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冯白居回到海南两个月后 1930年4月中旬 为贯彻周恩来的指示 中共琼崖特委在摩瑞山 召开中共琼崖第四次代表大会 根据会议决议 以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团为基础 统一编组各线红军和赤卫队 历经挫折的琼崖革命火种 在摩瑞山越烧越旺 在摩瑞山上正式成立了 中国宫东红军琼崖第一独立师 后正式定名为 中国宫东红军第二独立师 梁炳树为独立师师长 杨学泽为政治委员 这年夏秋之际 琼崖红军独立师师部 随中共琼崖特委 琼崖苏维埃机关 迁出摩瑞山 到达琼东四区根据地 以便更好地指导全穷革命 1931年的一天 乐会县街头 苏维埃政府贴出了一则布告 引起轰动 英雄的经过考验的妇女们 拿起枪当红军去 和男子并肩作战 这则招收女子参军的消息 极大的鼓舞了青年妇女的革命斗志 增强了她们参加红军的决心 经过严格的审查挑选 最终一百名女青年被陆去参军 参加女子军的冯增敏 后来回忆说 我们穿上了崭新的军装 背上了盼望已久的真枪 又把长发剪得短短的 有的还把耳环摘下来扔了 说丢掉这个封建 现在我是红军战士了 1931年5月1日 在乐会县第四区内园村的红军操场上 召开了万人大会 身穿崭新军装的女战士在操场列队 接受中共琼崖党政军首长的检阅 女子军特务连连长庞琼花 英姿飒爽地走向主席台 接过连旗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一师 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 正式诞生了 与庞琼花同龄的王石湘 被任命为连指导员 冯增敏任一排排长 后接替庞琼花 成为第二任连长 女子军特务连成立以后 一直参加一线作战 而且和其他男性共同作战 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1931年6月26日 已知国民党军杀气腾腾地 向女子军特务连驻守的 乐会万宁革命根据地铺来 很快进入沙漠岭 而等待他们的是一场精心布置的 伏击战 这支部队来自国民党乐会县 剿共总指挥部 经常骚扰乐会万宁根据地 为了消灭这股敌人 驻扎根据地的琼崖独立师第三团 在沙漠岭布下天罗地网 而成立不到一个月的 女子军特务连 担负起诱敌深入的重任 第二天一早 在连长庞琼花的带领下 女子军特务连 接敌后洋装败退 国民党军果然上当 贸然跟进 当国民党军进入 独立师第三团伏击圈后 沙石坚军号四起 枪声爆炸声震撼山谷 我们站着这支构点 敌人在平均地带 没有什么攻速保护 最后就打死了二十几个 抓到了西四分 其中洋装账工总指挥 钱贵也被抓住了 沙漠岭伏击战 给了根据地军民 极大的鼓舞和信心 诞生于万泉河畔的 红色娘子军 从此危震穷倒 女子军特务连 纪律严明 组织完备 作战应有 影响非常大 他们书写了中国革命史 和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 浓墨重彩的不朽篇章 也是妇女争取解放的斗争史上 一个光辉的范例 打起仗来 英勇非凡 回到村里 样样能干 外表是个农妇 唯一不同的是 腰里别着一支 伯朗宁手枪 这就是琼崖人 对女英雄 刘秋菊的描述 出生在琼山县的刘秋菊 自幼父母双亡 无依无靠 1925年 共产党来到了 他生活的村子 党支部书记 为他取名 叫秋菊 两年后 刘秋菊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担任交通员 面对国民党当局的盘查和追捕 他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有一天 当刘秋菊和其他同志 在一个党员家里商量工作时 国民党团丁突然袭来 为掩护同志撤离 他想到一个好办法 自护党员家里头 他的媳妇 生了一对双胞胎 把其中的一个孩子 抱到自己怀里头 就装着是给孩子喂奶 然后人家一问 说刚才有共产党在这里 你们看到吗 他说有有有 已经跑掉了 然后就指着 那些同志撤离的相反方向 冯白菊等人撤绑母瑞山后 刘秋菊奉命联络 失散在各地的同志 在国民党的狼窝虎穴中 来往奔波 当时琼崖国民党特务 经常假冒共产党敲门 诱杀革命群众 一时间人心惶惶 但是只要刘秋菊在门口说 我是姨母 老乡就会放心开门 在海南话当中 姨母是女性的尊称 就是说后来一听说秋菊姨母来了 那大家都觉得是很振奋的事情 全国抗战爆发后 刘秋菊进入国共合作抗日机构 琼崖战事党政处宣传团结抗日 1939年3月28日29日 申报连续刊登报道 称刘秋菊为穷女壮士 游击队的坚强领导者 第二年 刘秋菊当选为琼崖特委委员 1949年8月 为琼崖革命事业奉献一生的刘秋菊 在吴植山革命根据地病逝 新华社在宴殿中赞扬他 威武不屈的革命气节 和坚强刻苦热爱人民群众的优良品质 冯白菊为他提词 二十年如一日历尽艰苦 始终为人民虽死忧生 刘秋菊她是穷牙革命妇女的典型 是穷牙妇女革命精神的象征性 1931年夏天 一位操着四川口音 气质与众不同的年轻人 渡过穷州海峡 化名老李 住进了海口得胜杀戮的一间旅店 这位隐姓埋名的年轻人 本名李硕勋 1903年2月出生于四川省高县 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学生运动 杰出领导人之一 1924年 他在上海大学读书时 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年后 李硕勋率部参加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 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31年7月 担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的李硕勋 受命来到海南岛指导工作 因叛徒出卖 李硕勋抵达海南岛当天 就被国民党特务监视 五天后 大批军警冲进旅店 将他抓进海口府城监狱 李硕勋铁骨蒸蒸 他只承认我是共产党人 但想要什么情况没有 打到两腿都断了 早在1925年 李硕勋写给二哥的信中 就坚定地提出 我的人生观是革命 我的生活也就是革命了 为了信仰而牺牲 李硕勋无怨无悔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提笔给妻子赵军陶 写下一封遗书 于再穷已直认不讳 日内恐即将判决 于亦即将与你们长别 在前方 在后方 日死若干忍 于亦其中之一耳 死后勿为我过悲 违望善欲无耳 死后时日总会收得 绝不许来 千住万住 就在李硕勋写下绝笔的第二天 国民党军警用竹罗 把双腿已被打断了他 排到海口东教场 执行死刑 在刑场上 李硕勋大意凛然 从容就义 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把自己的生命 献给了琼崖这片红色的土地 李硕勋英勇就义时 年仅28岁 他是中国共产党 在琼崖地区牺牲的 职务最高的领导人 白色恐怖弥漫下的海南岛 国民党反动力量日益猖獗 1932年7月 广东省国民党反动当局 派起警卫旅长陈汉光 率三千多人急速杜琼 对琼崖红军和苏区 进行第二次围剿 由于敌强我弱 冯白居 王文宇带领琼崇牙红军 特委和苏维埃机关 节节抗击 逐步退入姆瑞山 坚持斗争 这是姆瑞山峡谷中的 一汪清泉 名叫青龙潭 是当年红军洗澡 积水的地方 在国民党军 进犯牟瑞山 根据力气件 十多名红军战士 为保卫穹牙党政军机关 在这里上演了悲壮的一幕 他们从早上打得黄昏 弹箭凉绝 又急又厚 敌人从四面包围上来 要抓活的 我们在十多名红军战士 能使不许 不做敌人的服务 就传播 抱着钢箱 从高高的山崖上 跳进了这个坛中 宣布壮烈洗澡 当地百姓 为纪念这些红军战士的 壮烈事迹 特意将青龙潭 改名为红军潭 他们的故事 也伴随这个名字 一直流传至今 面对国民党军的封锁 冯白鞠决定中共琼牙特备 琼牙素衣埃政府和警卫连 一百多人留在山上 继续与国民党军周选 红军主力则由师长王文宇 政委冯国卿率领突出包围 由于兵员弹药得不到补充 突围部队很快陷入 弹尽粮绝的境地 师胜委冯国卿和许多优秀之战员 壮烈牺牲 王文宇带领十余人撤到了白水桑山区 他复杀后因饥寒交迫 伤势发作 没有及时治疗 于1933年1月2日昏迷在乐汇县第四区山沟里 不幸落入低手 在狱中 国民党当局软硬兼施 先是大败延席 怀柔规劝 而后又施加酷刑 但王文宇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气节 始终没有屈服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3年 右边的王文宇正今威作 而左边企图劝降的国民党军官 正是陈汉光 自信满满的他 特意请来各大报社记者造势 却记录下王文宇 坚真不屈的伟大瞬间 面对敌人的右翔 王文宇坚定地说 要革命就牺牲 我死而武汉 你们等着吧 明天一定会是共产党的天下 是人民的天下 1933年7月 大批军警将王文宇押赴刑场 这位琼崖红军年轻的指挥员 共产主义战士 在海口英勇就义 王文宇牺牲后 琼崖国民党当局 加紧围剿红军部队 中断了母瑞山上的红军 和山下群众的联系 过着一种缘洗人的生活 好这种钻木石火呀 好这种野菜为食生命呀 没有一个人叛变 也没有一个人偷跑 冬天季节 山上也非常寒冷 我们用香蕉叶做草席来睡 盖的也是香蕉叶 没有吃过一粒米 油 盐 肉等更不要说了 我父亲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在山上他们经常在一起 狠狠海南戏 吹吹笛子 他们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支持着他们在山上坚持了八个月 对红军战士来说 信仰是他们坚持斗争的精神知诸 靠着信仰 他们在母瑞山上 挑战了人类生存的极限 穷压中队 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穷压中队 他是高潮低潮 拨拨拨拨拨 但是他们的理想信念 不动摇 1933年春节前后 冯白居等人 曾向城脉方向突围 因叛徒出卖 崔氏元李月凤被杀 大家只得再次返回母瑞山 通年4月 冯白居经过慎重考虑 利用国民党军长期封锁 疲惫之际 带领部队招服夜行 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有着良好群众基础的 穷山县常泰村 随冯白居最后走出母瑞山的 只有25人 这次突围的成功 是穷衙的革命形势 最终迎来柳暗花明 在常泰村 依靠群众的帮助 冯白居通穷门县尾 取得了联系 短短三四个月 就恢复了九个乡的共产党组织 风白居常常以此教育干部战事 穷文地区没有大山 但有革命群众 我们就能牢牢地扎下根来 这就叫不是山藏人 而是人藏人 1936年5月 穷衙红军游击队司令部成立 一年后 全穷红军游击队人数 已发展到60人 还有不脱离生产的 在业红军约200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旗帜 仍然飘扬在海南岛上 为中共穷衙特备和红军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 与国民党穷衙当局谈判 实现国共合作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 准备了政治和军事力量 冯白鞠和战友们千辛万苦 保留下来的信仰火种 最终燃遍了穷州大地 照亮了南国天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